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英国外交电报的简密档案指出,中国六四事件时解放军27军在天安门广场清场,造成至少1万人死亡。 这项消息被当时人在北京的学者和前民运学生领袖证实,他们都认为数字可信。 综合外媒报道,最近英国的简密档案描述六四事件28年后的当时情况,称富商女孩被人用刺刀筒、装甲车、碾过尸体、一孩被冲入下水道等镇压隔天1989年6月5日发回的这封电报显示,死亡人数比中国官方声称的1000多人高了近10倍。 针对这项数据,现位美国公民的前民运学生领袖熊燕表示,我认为他是可靠的中国问题学者,香港进会大学教授高经文,Jean Pierre Kepestin也认为数字可信。 他进一步表示,最近将解密出炉的美国档案也做出类似的评估数字。 高经文表示,考量当年被动员的人数和北京当时的拥挤程度,可以判断英国的报告不让人吃惊。 另外一名前学生林秀峰从德泽指出,当时时任英国驻北京大使的唐纳德·艾伦·Donald曾在六四事件三周后发出电报,这份报告估计死亡人数介于2700至3400人之间。